长着娃娃脸,戴着黑矿眼镜,身穿休闲服,现年三十周岁的卢玄成看上去小于实际年龄。 刚到穿北一学院宝道注册时,同学们看着比自己日线成熟的卢玄成,内心或许会莫问,你是不是复读了好几年? 接触一段时间后,同学们应该会了解到卢玄成的年龄以及他的经历,作为一名独立学硕士研究生,卢玄成为了自古旧手,选择进入医学院成为一名大义先生。 9月7日,穿卫衣学院2018级大义先生到校报道注册,在4000与林先生中,大部分为00后。 此外,还有一名80后,这名现年三十周岁。 在先生年龄中和立基群的先生名叫卢玄成,来自云南省。 此前,鲁全成在法国就读了科,硕士研究生,专业为独立学。 独立学是一门研究外源因素化学、物理、生物因素,对生物系统有害作用的应用学科。 201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,鲁全成回到国内在上海工作。 到上海后,我选择进入房地产行业工作。 鲁全成说,随着不断熟悉借务,自己的收入也不断上升,最多第一个月收入有20万。 如果不是多种因素累加在一起,我应该会继续留在上海发展。 鲁全成说,高收入让自己长期面临着高压力,可能是对当地环境不适应,鲁全成又患上了哮喘。 此外,鲁全成经营五年的感情也出现变故,种种原因最终压款了我,让我觉得人生失去了动力,目标,内心非常抑郁。 2017年初,鲁全成选择辞职回家休养,走出阴影律志报考医学院,回家后,短短两三个月我就长胖了20斤。 鲁全成又每天起床都是很大的挑战,来描述那段人生低谷期,用了约半年的时间,鲁全成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,并不断思考人生性目标进行自我救手。 最终,鲁全成立志报考医学院,将来成为一名医生,鲁全成的父母真是医生,两人在鲁全成读高中,只便反对鲁全成学医。 在鲁全成父母看来,医生这份职业非常辛苦,父母不忍心让儿子吃这份苦。 这一次,当鲁全成提出要报考医学院时,父母不再反对,并表示全力支持。 2017年7月份,鲁全成进入了复习班,高中学业丢了这么多年,当再次面对时,却是感到非常陌生。 鲁全成说,自己甚至一度做好了继续复读一年的准备,进入复习班没多久,鲁全成在去学校的路上遭遇车祸,出现行为老震道,伤情还没有彻底改善。 鲁全成便回到课堂继续刻苦学习,设计拍照场景表达内心追求。 在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,鲁全成最终以566分,超过游南一本线36分的成绩,被川北一学院临床一学习录取。 即便这是人生的第二个本科专业,但得知自己被录取后,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。 鲁全成说,报到注册完成的那一课,将是自己人生的新起点。 在这个起点上,自己将重新追求人生的目标、价值、意义。 大学5年时间,我将继续刻苦学习,争取考上医学硕士研究生。 鲁全成说,自己现在不仅已经从阴影中走出,哮喘也没有再发作,平时跑上10公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 只是说话太久上次会不舒服,只要省吃兼用。 此前上班时记载下来的积蓄,完全可以支撑自己完成学业。 虽然和室友年龄相差,整整一轮,但这两天,鲁全成和室友们相处的还不错,特别是在娱乐活动上能找到不少共同话题。 采访结束前,当记者提出给鲁全成拍照时,他除了表示不同正面拍照办,还希望能拍一张自己正在教学楼前爬台阶的上景。 鲁全成表示,他是想用这种匆劲,表达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,脚踩一级及台阶,不断向着医学殿堂攀爬。 记者乐孝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